那么前往大陆这三天两夜的行程来协助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表团的名单 目前已经确定可以成行的有几位专家 第一位是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的理事长石耀堂石教授 然后第二位是卫生署食品处的蒋父亲蒋科长 第三位是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的陈述工陈局长 第四位是卫生署国民健康局的萧美龄萧局长 另外一位就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吴芝荣吴科长 对方目前参与这次的讨论 这个人员的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 不过我们非常明确的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是卫生部以及执检局的一些人员 都会参与这次的一个讨论 专家行的名单当中有五位 目前比较确定几乎都是卫生署的官员 还有经济部的官员 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谈到赔偿的问题 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也说 关于这个部分的细节可能目前还不会 但是因为之前海基会已经发函 所以会透过两会协商的机制来讨论协助民众求偿 那么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江炳坤他在礼拜三的时候 也跟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展开了热线 这对独奶事件两边做一些意见的交流 那么究竟会不会影响原定要10月期举行的江炳坤 江炳坤也说会如此举行 不会影响到江炳坤举行的时间 一上次海基会对这些状况 镜头交换捧内 好我们是列列方 但我们来关心 为了独奶事件两会有热线联络 现在确定了将要由海协会的副秘书长 来带领了六位的专家前往大陆 来了解整个独奶的风波 当中也包括了像是食品处的科长 药检局长 国民健康局的局长 甚至标准检验局的科长 通通都会一起到大陆来查清楚这样的世界 希望能够带回给民众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